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只学会提取一个表中的数据 显然是不能满足我们使用要求的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如何从多个表中检索数据 这个简单介绍一下 这个多个表中检索数据 我需要把多个表连接起来 然后简单记住这个概念就可以连接 也就是把多个表合成一个表 然后我们用什么连接 就是用这个键连接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住这个我之前讲过的就是这个 Foreign Key外键和Primary Key主键 主键是什么 主键是在表中唯一用来标识数据列的特征项 然后那么外键是什么 一列中的数据除了主键都是外键 同时我们还可以 还需要注意这个 一个表中的外键 可能是另一个表中的主键 然后那么这个连接就是可以看到这个impli表 然后跟这个departmentid表 然后都有这个departmentid 然后在这个department 表里边 这个departmentid是作为主键 然后在这impli表里边的departmentid是作为这个外键 然后所以它们两个这个一连接 然后一join 最后我们可以得到一张新表 就是这个 连接的种类 那么刚才已经说 连接这个单词是join 我们先看一下它的格式 把slap的选择表一的一列表二的一列 当然也可以是多列 然后from表一 先是一个表 然后另一个表怎么着呢 我们把它join加进去 join表二 然后 以什么条件加呢 也就是说用什么键呢 using 然后后边跟这个column name就是这个 主键跟外键这个一致的这个列名 然后这个using跟on 实际上是一样的 然后这个join还有这个连接 还有这个续分的左连接 右连接 外连接 然后跟这个decar连接 前面三个这个连接 实际上是差不多的 一个是以左为主 一个是以右为主 然后另一个是自动补充 然后我们一会会重点介绍一下这个decar连接 cross中 刚才那个就 嗯 那么还是这个再复习一个小的知识表 alias 别名 表的别名 怎么给表起别名 在你的这个表后面加个空格 然后加你想要的别名就ok了 然后用的时候非常方便 你起的别名 然后点 你表中的列名 默认的 就识别为你这个表中的列 当然你也可以直接写表名 然后点 那个名字 这个主件 这个主件跟外件 我们刚才已经讲过了 就不多说了 using 语句接收记录 也就是说 我们直接看这个from 我们要把这个department表啊 加到这个implye表里边 我们用什么加 或者说用哪个列作为键 来加呢 就用这个优性语句 然后后边直接跟列名这个格式需要有这个括号 也就是说你的这个键的名字是需要有括号的 键的列名是需要用括号扩起来的 然后除了用这个优性语句 我们还可以用这个on语句 然后 但是用on 我们就可以有条件了 这个两个列名相等的时候 不对 是两个列 相同列名的列中数据相等的时候 我们才把它连接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会生成两个 这个显然 前面这个是employee表里边的 后边是department表里边的 都是departmentID 然后相等的话 会自动生成一行 是新的 然后可以看到这两个数据是一样的 同时 当然既然有相等 那么肯定有不等 然后我们也可以用这个between and 给限制一个范围 用这个implye表里边的salary 跟这个 job grades表里面的最低的salary 跟最高的salary 进行一个比较 然后在这个范围之内的 我们选出来 这也是允许的 迪卡尔连接 刚才已经说了 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连接 他会把 每一 他会把表一的每一行 跟表二的每一行 然后都连接起来 也就是说 他会这样连 所以说也可以看到我画的已经就是很乱了 然后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连接 然后他实际上是做了一个这个乘法 表一乘表二 然后所以他最后得到结果呢 就是 得到结果的行数呢 就是表一的行数二 然后乘以表二的行数八行 最后我们得到160行 然后这个迪卡尔连接的语法就直接在这个 转前面加上cross就ok了 这个非常形象 也是一个交叉的连接 好 那么这一讲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想深入学习 还是sirco开发指南推荐给你 好的 大家再见 我们来自说